雨晴自三岁以来 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妈妈 在她的记忆中 妈妈仅仅存在于一张张逐渐变黄的照片里 有人告诉她 妈妈去国外了 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还有人说 妈妈组建了新的家庭 不会回来了 王山非常害怕雨晴会问她有关她妈妈的事情 因为王山不知道要怎样围绕她的家庭 为婉的讲述 那个埋藏在记忆里的故事 她只能告诉雨晴 妈妈很温柔 很漂亮 有个动听的名字 叫黄新兰 黄新兰是二姨妈家的女儿 王山的表姐 出生在1981年 从小 王山就羡慕这个比自己大五岁的姐姐 黄新兰是家里的独女 父亲是部队高官 在那个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 生活比起普通家庭 自然是很有我的 王山家里 还等着父亲单位分房子时 黄新兰就住在部队大院的独壮别墅了 锦衣玉食的黄新兰 自然对学习不太上心 毕竟从小备受宠爱 生活没有一丝压力 中考成绩不好 那时候 王山妈妈劝她父母 无论如何都要让黄新兰读高中 花些钱 无所谓的 可黄新兰的爸爸为人刚正 不愿走关系 而黄新兰一直有个当医生的梦 权衡之下 家里让她选了护校 也算缘了半个心愿 实习那年 黄新兰分在了王山妈妈上班的医院 为了上下班方便 干脆住到王山家 王山高兴极了 女孩子之间不是只有嫉妒 还有由衷的欣赏 王山就是喜欢黄新兰漂亮温柔的样子 烫着时髦的卷毛 像是百货商店里的洋娃娃 而黄新兰对王山也好 王山挨父母骂 黄新兰总是拦着 王山第一次来立嫁 也是黄新兰细心地教她用卫生棉 冬天来了 黄新兰还会帮瘦瘦的王山舞被窝 许多年后 王山在想起那段时光 她发现自己喜欢的 不只是黄新兰的漂亮 更是她身上那种不识烟火的温柔 是啊 黄新兰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了 从没见过这个世界的险恶 对谁都抱着一份纯真与善良 就像她从小想当一名医生 不是为了所谓的铁饭碗 包分配 而是课本里教的那个简单的理想 就死扶伤 黄新兰实习表现优异 分去了一家很好的医院 那时候追她的男人真多 黄新兰长得漂亮 心地好 又有家事 哪个男孩子不会动心呢 王山长和妈妈在家里猜 黄新兰到底会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帅气是必须的 还得多金 家庭背景也要配得上 可对黄新兰来说 挑人的标准却是心好且心动 应该是四月吧 北方的春天刚刚抽出绿芽 黄新兰来王山家里玩 悄悄告诉她 我恋爱了 王山怎么也没想到 黄新兰找了一个这样的男孩 是男人 她叫董方 比黄新兰大六岁 父母都是中学老师 有个姐姐 已经嫁人 董方没有稳定的工作 在一家小公司给老板开车 她没有什么不好 真的就是太普通了 几乎挑不出一样优点 除了对黄新兰好 家里不满意是可以遇见的 于是 周末董方约黄新兰出去玩 家里就会让王山跟着去做卧底 王山装作懵懂无知的小姑娘 心里却揣着把小尺子 上上下下衡量着董方 董方倒也不嫌弃 带着这个电灯泡 买吃买穿 看电影 看起来 她也是个不错的人 可王山却对她总怀一份戒心 私下里 她和黄新兰说 我觉得她不行 笑起来像坏人 不像能托付终身 黄新兰咯咯地笑了 不放心上 黄新兰父母虽然不太满意董方 但架不住董方日日来献殷勤 帮家里干活 发誓爱黄新兰一辈子 黄新兰看着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其实爱一个人 不必也不该这么卑微 但董方却不在意 她说 爱一个人是不用卑微 但娶一个人要啊 爸妈辛苦把你养这么好 我想娶回家 得些考验也是应该的 黄新兰从小没吃过没钱的苦 对物质没什么要求 只要能献出一捧真心 就会让她感动 黄新兰父母 见女儿一门心思认准了董方 终是答应了这门亲事 而黄新兰只提了一个条件 就是婚后独住 毕竟是从小住在别墅的姑娘 受不了一大家子人挤在一个屋檐下 于是 董方就在自家院子里 盖了一个二层小楼 装修成黄新兰喜欢的模样 然后办了场盛大的婚礼 把黄新兰风风光光 娶回了家 那时王山觉得 黄新兰真是幸运 从出生就长在蜜罐里 结婚跳进了另一个蜜罐 因为董方很疼爱她 公婆带她也好 然而没有人的命运可以真的一帆风顺 风雨总是要来的 只是或早或晚 2006年 黄新兰辞了职 在家里安心生下一个女儿 起名雨晴 雨晴到来那天 她抱着小小的生命 幸福地直掉眼泪 可一直带她不错的公婆看了一眼 转身就走了 起初黄新兰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后来她才懂得 这个世界不是都像她家里一样 不在意男孩女孩的 董方父母虽然是中学老师 可出身农村 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 月子里 婆婆就没少给黄新兰脸子看 话里话外地挤兑她 又盖房子 又半久 花了这么多钱娶回来 生不出儿子算什么 而董方对她也冷了下来 过去的好一瞬间便有了代价 黄新兰看在眼里 冷在心里 而她温柔的性子 也只有默默忍耐着 出了月子 黄新兰便回了娘家养身体 起初她什么也不想说的 毕竟男人是自己选的 直到身子养得差不多了 她仍不想回婆家 妈妈才忍不住问 怎么着 生个女儿那边就不认媳妇了 亲生骨肉也不要了 黄新兰的眼泪中是憋不住了 她说婆婆让我把女儿过季给大姑子 然后让我和董方再生一个 那几年正是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 董方有了这个女儿 不能再要二胎 而姐姐嫁人多年 一直没有孩子 过季给她 情理上也说得过去 可黄新兰接受不了 从小到大 她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想不通生男生女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她有她的温柔 但也有她的倔强 她宁愿把孩子留给父母 也不会把孩子过季给别人 黄新兰决定先不回去 自己一个人去找工作 独立生活 虽然她学历不高 但这个社会 漂亮女人 貌美如花的女人 还是更好经营的 她跟着几个朋友 一起做起工程 慢慢地 有了起色 没过两年 自己开了公司 买了车 董方这才发现 自己小瞧了黄新兰 于是曾经那个殷勤的男人 又回来了 她求她回去 世事顺着她心意 她骂自己没良心 仿佛依然还爱着她 黄新兰心里 多少是有点不迟的 但人终究是社会动物 特别是女人 爱情没了 婚不能离 因为忍受一个人的无情 远比忍受一群人 支支点点要好过得多 更何况 那是她爱过的人啊 心里总还抱着一点 善念与奢望 王山放假回来 对黄新兰倍感意外 曾经那么柔柔弱弱的姐姐 也长成了生意厂上的 场面人 言谈举止 有了成功人士的风范 不过到底是年轻 还不懂得真正成功的人 往往都保留着 无害的面孔 内心不足的人 才需要外表的虚张 毕竟做生意男 做生意的女人更难 因为美是武器 亦是祸水 有些事 男人之间喝顿酒就够了 但放在女人身上 便要打你的歪主意 渐渐地 有些流言蜚语就传开了 慢慢钻进了董方的耳朵 耸男人什么都能忍 唯独怕头上染绿 她火了 大晚上的 追着黄新兰问 传言是不是真的 黄新兰心里一阵冷笑 她说 别人都可以怀疑我 唯独你没有资格 你的工作是我帮你找的 车子是我给你买 你们一家子吃我的 喝我的 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董方只薄得自尊 瞬间被刺破了 只剩下身体的暴力 还可以嚣张 黄新兰被打了 夫妻仅存的感情 也被打得一干二净 她想到了离婚 但有句老话叫 祸不单行 她还没来得及盘算怎样离 命运终于对她露出了锋利的爪牙 那是2011年 黄新兰东窗事发 原来黄新兰的那个情人 是市里的一个领导 她被她利用 开了家空壳公司 非法获利 所有的钱 都以她的公司去借 领导以项目合作为由 拿钱走人 后来 她只能借钱还债 拆东墙补西墙 最终 亏空了50万 债主原本只是想吓吓她 报了警 没想到扯出一系列经济案件 金额高达200多万 那正是严打经济犯罪的年代 黄新兰她没供出任何人 自己承担了全部的罪名 被判15年 那一年 她也才28岁 王山问她 你是不是傻 你还有孩子啊 你为什么要自己承担罪名 黄新兰扯了扯嘴角 说不上是笑还是哭 她说 是啊 我不担有孩子啊 还有爹妈 如果我不担下来 我怕他们要遭殃 可是 即便她一人承担了所有 父母与女儿依然遭受了连累 债主是不认所谓幕后领导的 只认签协议的人 他们带着人 一次次地找上门 门口被泼了漆 雨晴下得嚎啕大哭 刚挣了一辈子的父亲 也只能低着头 任人羞辱 那时候 王山交往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 他想找他帮忙 先还上钱 争取减刑 可家里人把他拦住了 黄新兰妈妈说 还不起的 那就是个无底洞 他已经进去了 不能再搭上你的幸福 王山叹了口气 只能作罢 王山妈妈常常念叨 当年就应该听她的 花点钱 找找关系 让黄新兰读高中 考大学 现在这个社会 没点文化怎么混 连点法律知识都没有 明着让人骗 其实 黄新兰的父母 又何尝不后悔呢 那么心爱的女儿 从小保护得像公主一样 却对世间的肮脏 没有一点抵抗力 她对男人 没有任何辨识的能力 当初 连上中学的王山 都看出董方的虚伪 她却把对方表演出的温暖 当作爱情的真相 走上社会 她对尔虞我诈的商场 也没有一丝防备 只为眼前一点甜头 就落进了圈套 她心底是善良的 但过分纯白的底色 太易染脏 董方知道黄新兰出事后 飞快和她离了婚 连见都没见一面 只通过律师送去了离婚协议书 最可怜的还是雨晴 她才刚刚四岁 爸爸放弃她 妈妈也无法回来了 没人知道要怎么和她解释 也没人敢告诉她真相 那时候 王山刚刚毕业 做了老师 只要有空闲 就去帮忙照顾雨晴 给她买吃的 带她出去玩 雨晴真的太小了 心里空出的位置 总是下意识地去填补 她看见王山温暖又亲切 忽然就换了称呼 那天正是母亲节 王山带着她去玩 他们坐在广场的长椅上 吃冰淇淋 雨晴挽着王山的胳膊 忽然叫了声 妈妈 挺意外的 让王山心头一颤 她说 傻孩子 不要叫我妈妈 你有妈妈的 她比我温柔 比我漂亮 比我还要爱你 雨晴说 那她为什么不回来看我呢 王山咬了咬唇 憋住眼里的泪水说 她呀 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 雨晴穿的裙子 吃的好吃的 都是妈妈赚回来的呀 雨晴天真的问 真的吗 那等钱赚够了 她是不是就会回来看我了 王山抱住她说 当然会了 她总有一天 会回来的 可是 这一天 究竟要多久呢 15年 答案是15年 人生最瑰丽的年华 女儿最蓬勃的岁月 黄新兰都关在冰冷的铁窗中 错过了 而父母年进古稀之年 依然还要每个月 给她往监狱里去送生活费 各种心酸 无人知晓 王山很少去监狱看望黄新兰 起初 她受不起那个画面 太过刺心 曾经温柔美丽的姐姐 穿着球衣 戴着手铐 坐在她面前 还未开口 王山就已哭得泣不成声 可后来 她却怕自己刺伤黄新兰了 这些年 她工作 升职 恋爱 结婚 有波折 但总体平顺 可越是这样平顺 越是一种惨烈的反衬 有时候 王山都不想在黄新兰面前 拿出手机来 时代进化得太快了 2011年 智能手机还不普遍 而现在没有智能手机 已经不能生活了 那些不经意的细节 才是商人利器 她会不经意地提醒黄新兰 年华的流逝 时间的荒废 困死在牢房里的自己 正在与这个 飞速发展的世界 脱钩了 黄新兰说 珊珊 别来看我了 我只求你一件事 替我把雨晴照顾好 其实 雨晴很好 很懂事 比许多同龄孩子 都成熟得多 长大后 她从不问妈妈去了哪 因为她知道 那是个禁忌 答案只有姥姥无声的眼泪 和小姨善意的谎言 而她 也从不对爸爸抱任何奢望 尽管她知道她的存在 应该是七八岁的时候吧 王山带着她去公园玩 再去儿童乐园的路上 刚好就遇到了董方 带着另一个女人和孩子 王山正犹豫 是要偷偷躲开 还是打个招呼 雨晴便大大方方地走过去 叫了声爸爸 那清脆的声音 轻易划破了董方虚伪的表皮 露出一点点的善良 她抱了抱雨晴 问她过得好不好 然后微微缩缩地躲开了 雨晴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拉起王山的手说 小姨 走吧 只那么一瞬间 王山觉得 这孩子的心智 超越了自己和黄新兰 那么从容地守住了自尊 又那么坦然地接受了不平 2018年 黄新兰的那个情人 曾经陷害她的领导落马 王山在新闻上看到 大快人心 但那也只是心理上的平衡 黄新兰依然要坐满她的15年 今年母亲节的时候 雨晴发了个朋友圈 温柔给妈妈留一份 王山看得直接泪目了 不过 2026年很快就要来了不是吗 或许 表现良好的黄新兰 可以获得减刑 或许 明年的母亲节 雨晴不会再一个人发呆 或许 不久的春节 皇家陈旧的小别墅里 又会找回往昔的笑语 都说命运是公平的 她已经让黄新兰 尝尽惩罚的苦楚 也许会网开一面 给她一个平顺的余生 想一点天伦 近一点孝道 又或者还有机会 浅尝一点真正的爱情